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昨天美国出入了一份最新的全美工作排行榜 Top100,就是前100名最佳的工作 那么什么工作在美国是属于最好的工作 这个所谓的好又是怎么评判呢 每项工作的年薪到底是多少 未来的职业前景会怎么样 工作压力有多大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尤其是对于家里有孩子的 正在为当前或日后孩子的职业方向 拿不定主意的或者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么这份报告它是从几个方面进行的分析 进行的评分 第一个就是薪资 就年薪 第二就是开这个就业的增长率 第三失业率 第四是未来的这个就业机会 有多少 第五就是职业成长性 也就是未来这个职位的晋升 涨型的机会有多大 第六还有一个就是工作压力 就是工作环境跟工作职责的这种复杂性 有多大 第七个是工作灵活性 也就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度 会怎么样 好 那么这个呢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这家媒体刚刚公布的一份 2023年全美百大最佳工作排行榜 第一名是什么呢 好吧 我们这样啊 我们按照程序来啊 我们先从后面啊 往前揭晓 好吧 第一名呢 留到最后来揭晓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看最垫底的100名啊 这Top100最后的一项工作是什么 好 第一百名啊 这里面写的是政治学家 政治学者啊 也就是大部分的工作呢 都是在联邦政府啊 做职员 或者是在一些政治的一些智库啊 或者是搞教学的啊 那么工资的这个中位数呢 是12万2510美元啊 工资还是不低的啊 但是呢 未来的就业增长率不高啊 只有6.2% 那未来十年 可供啊 可提供的这个工作岗位呢 大约只有400个啊 学历要求硕士 这是第100个啊 排在第100名的这个职业 好 我们再从往后看啊 我们看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职业啊 比较关心的职业 第95名是消防员 年薪的中位数呢 是50,700美元 这里面的年薪中位数呢 是根据2021年啊 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评判啊 然后呢 未来十年啊 也就是2021年到2031年的工作机会 啊 大概呢 是13,900个啊 学历要求啊 消防员的学历要求 专科就可以了啊 非学位 这样的一个要求 好 第91位是中学教师啊 年薪的中位数呢 是61,320美元啊 未来十年的工作机会是25,000个 好 学历要求呢 是学士学位啊 这是中学老师 第87位的是餐厅厨师 薪资的中位数呢 是30,010美元啊 这里说明一下啊 他的这个薪资中位数算算出来是中间数啊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高的可能还要往上折25%啊 最低的可能往下再折25%啊 这个中位数啊 就是这么算出来的啊 厨师啊 这里面他说这些薪资中位数是30,010美元啊 未来十年的工作机会是45,99,000个 哎 工作机会还是很多的啊 学历不需要 没有要求啊 不一定啊 非得要拿一个什么硕士博士啊 才能够当厨师啊 都可以 好 85位是警察啊 这个年薪中位数呢 是64,610美元啊 未来十年的工作机会是21,500个啊 学历要求呢 哎 高中就可以了啊 嗨死故啊 美国对于警察的这个学历要求好像也不高啊 好 排在第80位的是电工啊 薪资中位数是60,40美元啊 未来十年的工作机会是50,200个啊 学历呢 也是要求不高啊 高中就可以啊 第75位是会计啊 薪资中位数是77,250美元 未来十年的工作机会是81,800个啊 哎 会计的这个就业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 学历要求学士啊 应该是本科以上啊 就可以 好 排在34位的是儿科医生啊 薪资中位数的是17,0480美元啊 儿科医生工资还是挺高的啊 未来十年的工作机会是400个啊 工作机会不多 竞争比较激烈啊 学历要求比较高 要求是博士啊 医生嘛啊 必须得DOT是吧 好 那么11位排在第11位的啊 是律师啊 薪资的中位数是12万7,990美元 哎 律师啊 薪资也算比较高啊 未来十年的这个工作机会是80,200个 哎 工作机会也还可以啊 学历呢 是要求博士啊 那律师嘛啊 肯定的要博士学位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揭晓前十位啊 排在前十位最佳工作职位啊 第十是牙医 哎 他的这个十分的评分啊 牙医评分是7.5分 薪资中位数 十六万零三百七十美元 而未来十年的就业增长率是6%啊 这里面有个失业率啊 失业率是0.5% 哎 你如果说拿到了牙医执照 哎 失业率呢 是比较低的啊 失业率是0.5 工作机会啊 未来十年的工作岗位啊 是7700个 学历要求博士啊 这个学历要求比较高 好 这里面呢 还有啊 我们再来更细化一些啊 职业的成长性啊 啊 压医 职业成长性是平均水平啊 一般啊 未来的这个职业成长 工作压力啊 也是平均水平一般啊 工作灵活性啊 也就是工作与生活的这个平衡度啊 高于平均水平 哎 哎 是比较好的灵活性啊 啊 好 第九名是网络开发员 分数呢 是7.7分 薪资中位数是77030美元啊 预计 未来十年的这个就业增长率是30.3% 哎 你看这个 这个未来十年的这个就业啊 增长率比较高啊 30%多啊 比牙医6%你看高多了啊 未来十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是28,900个啊 需要的教育背景呢 是学士学位啊 职业成长性高于平均水平 哎 成长率还是比较高的空间啊 工作压力平均水平一般啊 压力一般 工作灵活性高 哎 你看搞这个数据啊 开发嘛 相对来说啊 工作比较自由啊 工作灵活性高 好 第八 第八 排在第八位的啊 是IT经理 分数呢 也是7.7分 IT经理是什么呢 干什么呢 这里面有个描述 说是公司高层和技术人员之间的管理人员 一般呢 我估计是科技公司的一些中层干部吧 薪资中位数是159,010美元 工资啊 也不低啊 未来十年就业增长率是16.2% 未来十年可提供的这个就业 这个岗位是82400个 岗位也还可以啊 需要的教育背景是学士学位 职业成长性高于平均水平 职业成长性比较高啊 工作压力高啊 压力比较大啊 然后呢工作灵活性低于平均水平啊 因为你是做管理的嘛啊 也不能够经常休假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工作灵活性比较低 好第七个排在第七位的是财务经理啊 得分是7.7分啊 啊这个工作呢啊主要是公司高层啊跟员工之间的啊管理吧应该是这样的啊财务管理啊也是相当于啊一般公司里面的这种忠诚啊财务管理干部啊呵呵呵那么薪资中位数呢是十三万一千七百一十美元啊未来十年的就业增长率是百分之十六点八啊未来十年可供就业的岗位是十二万三千一百个哎这个也还挺好啊供就业的岗位还是比较多的啊 学历要求学士学位啊职业成长性高啊职业成长的空间比较大工作压力高哎当财务啊万一算错了哈哈哈哈他是管理啊财务管理啊是这个相当于是比较财务总监之类的估计是啊好工作灵活性低于平均水平啊工作灵活性不高 第六个第六位是物理治疗师啊评分的是八分啊这是干什么的呢啊比如啊我看他这里面的描述啊说运动损伤或者神经创伤等身体问题的物理治疗啊说2021年薪资中位数呢是九万五千六百二十美元啊预计未来十年的就业增长率是百分之十六点九啊就增长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未来十年的就业岗位是四万零四百个学历要求博士啊职业成长性啊平均水平啊就职业成长一般工作压力高于平均水平压力比较大啊工作灵活性平均水平一般啊第五位信息安全分析师啊排在第五八点一分啊这是干什么的呢是保护公司或相关组织电脑系统中的信息安全 应对网络攻击啊就是防黑客的啊薪资中位数啊十万两千六百美元啊失业率呢百分之零点八啊失业率比较低啊你要拿到这个职业的这种技能啊有这种技能的话啊预计未来十年就业增长率是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你看哎这个就业增长率还是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啊 未来十年啊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五万六千五百个岗位也比较多啊学历的要求啊学士学位就可以了好这个职业的成长性高于平均水平成长性比较高工作压力高于平均水平啊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啊面对黑客天天啊工作灵活性低于平均水平 哎比较低啊可能要做班啊好第四助理医师哎评分是八点三分啊助理医师干什么的呢一般呢是记录病史协助手术啊进行体检开药临床研究等等啊叫PA啊薪资中位数呢是十二万一千五百三十美元啊失业率是百分之一点二说预计未来十年就业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六 哎这个就业增长率也是比较高的啊未来十年的可提供就业岗位是三万八千四百个啊学历要求学士学位啊职业成长性啊平均水平一般啊工作压力高于平均水平啊工作灵活性高于平均水平啊工作灵活性还比较大好啊下面揭晓第三名啊季军医疗保健服务经理 评分八点四分啊这个是什么呢负责医院疗养院啊综合的一些诊所这些卫生保健机构运行管理和协调人员啊就相当于这个医院诊所的疗养院的一些管理层吧啊经理管理经理啊薪资中位数十万一千三百四十美元失业率百分之一点五预计未来十年的就业增长率是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哎这个增长率也是比较高的啊未来十年可提供就业的岗位是十三万六千二百个啊学历要求学士学位啊职业成长性高于平均水平工作压力高于平均水平啊工作灵活性平均水平一般好第二位啊亚军是职业护士八点八分啊薪资中位数是十二万零六百八十美元 失业率百分之零点四 护士啊基本上你拿到护士执照啊不失业了啊一百个人里面零点四个人失业啊失业率还是比较低的啊预计未来十年就业增长率是百分之四十五点七 美国是急缺护士啊我们家里要是有姑娘的啊其实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发展啊男孩反正当户是相对比较少啊但是也挺好啊 未来十年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呢是十一万两千七百个你看这个很高啊啊就业机会很高啊学历要求硕士学位啊读完硕士还拿一个护士执照 职业成长性高于平均水平成长空间很大工作压力高于平均水平护士啊打针万一给人打疼了压力比较大啊开玩笑啊工作灵活性啊低于平均水平啊 啊护士也是工作时长还是比较高的啊比较比较长的时间好那么第一名啊全美工作最佳工作第一名 大家猜是什么 软件开发师 评分八点八分啊薪资中位数十二万零七百三十美元失业率百分之1.2啊 啊你看他不是完全按照薪资来评的啊不是薪资越高他的这个评分就越高啊他是根据薪资啊未来的成长空间呢啊工作压力啊啊等等啊跟还有跟生活的这个协调程度啊啊工作跟生活的协调程度啊等等这些综合来算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软件开发师啊是排在第一 未来十年啊预计啊预计就业增长率是26%啊也是挺大的啊未来十年的这个就业岗位大约是三十七万零六百个 哎软件开发师啊大家记住了啊未来的就业岗位还很高很多啊 啊学历要求硕士学位啊职业成长性高啊工作压力平均一般水平啊 然后呢工作灵活度高于平均水平啊灵活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工作你看他相对总体来说哎是不错的啊 然后可能比较自由软件开发嘛啊可能在家里就能干啊有可能不用天天啊朝就晚午的做班啊工资的十二万多也还差不多啊所以平均来看他是在里面是最好的最佳他的第一名 好那么这个就是前一百名的啊工作 好另外呢调查结果呢还显示说在横跨十七个类别一百九十个啊类像的工作中全美最差工作呃店底的啊是什么呢零售业销售人员啊估计就是那个一般店店员啊商铺的店员大型零售商比如像沃尔玛呀什么那些超市的一些店员估计是啊年薪中位数只有两万九千一百二十美元 职业的未来成长潜力和未来的就业市场啊但各方面的这个评比分数都不高啊倒数第二的是便利店超市的收银员全美排名第二差工作 这是这两个倒数第二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新出来的这么一个排行的名单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昨天晚上啊我还特意跟我老婆啊讨论了一下这个榜单啊结合自己家里的孩子啊两个人呢议论了一番啊看看说孩子以后上大学 有没有可能啊往这些比较好的工作方面啊方向引导发展当然了啊我们经常说孩子未来的职业啊肯定还是得他们自己选啊但是呢啊从小家长要是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方向性的引导啊没准呢还能够起到一点作用 那我觉得方向还是很重要的啊你不一定要给他指定工作具体的工作啊你方向A往一个良好的工作方向去引导他啊如果说能往走反了那那就别麻烦啊如果往好的一个方向走啊至少啊你不是走在最前面吧哪怕你跟在人后面啊也还不错啊就这一个意思啊说到孩子选专业的这个事情呢 哎有时候我们确实也是无法预料啊啊就像我们啊有时候我就像我吧小时候啊打死都没想到啊我会搞音乐哎呀你说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啊你说混的也算是不错了还可以吧但是呢搞音乐搞艺术啊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太赚钱的行业啊除非啊你能够成为明星啊但是呢成为明星啊 这里面水太深啊我们是清理者啊我们对这个演艺行业内幕啊相对来还是有一些了解啊所以呢啊我跟我太太呢也是啊其实也是不太想让孩子啊再继续走我们的后路啊去从事这个艺术音乐这个行业啊当然了学乐器学艺术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现在也让孩子在学乐器啊学画画啊那是一种我觉得是气质啊素养的这种培养 啊你不一定就是学音乐一定要成为音乐家那么说到这儿呢前两天啊我想起有一个朋友啊正好跟我联系啊我们有一些音乐上来往啊他自己呢也是拉小提琴的专业人士啊原来是国内某乐团的啊首席小提琴他儿子现在在美国啊现在上高中小提琴拉的也非常好啊估计考一个音乐学院应该是没问题的啊技术很好啊现在呢说他小女儿 她前两天跟我要音乐嘛之前唱过我的一首歌啊让跟我要伴奏戴然后呢他说女儿呢很喜欢音乐啊特别喜欢唱歌啊她最大的愿望说就是能够进韩国的一个韩团说进韩国女团啊那就是立志要成为明星了是不是当然啊子承父业子承母业啊这是很多家庭的传统啊但是呢我觉得啊 搞艺术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职业啊因为任何一位艺术家啊我们是有体验的啊也看到很多在成为明星或大师之前基本上都有一段啊或者是有那么很长的一段穷困潦倒的事情啊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没出名啊没准死了以后像樊高那样的啊多少年以后哎才成为大使了哎有些人熬出来 啊成名了啊但是呢其实这里面有多少人啊就消失在了通往成名的途中啊至少在我们身边啊搞音乐的其实有很多人啊并不是特别赚钱的并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啊而且呢在美国的职业排名中啊就比较好的职业中啊我也没有看到啊说艺术专业啊能够在职业领域有多么靠前有多么好的排名 这是我的一个体验啊当然了有人说哎你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形态啊不能总是以工资来衡量啊确实或许啊但是呢在我们生活中啊在现实中啊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啊所能给你带来这个收入回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财务上相对自由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啊是各项自由的基本前提啊不知道大家 大家怎么看啊大家可以手一手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从我自身经历出发啊我觉得啊学艺术啊确实是一门很好的修养啊但是呢把艺术当职业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啊学音乐也好学画画也好啊未来的这个就业啊工作前景啊确实也不是特别乐观啊这是我的一个真心话 啊啊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啊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吧啊所以说呢啊不管是在美国啊在中国啊搞音乐搞艺术啊其实都不是特别理想的职业 老末来剪草来了好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啊就在我们前面分析的最佳工作排行榜中啊前十名好像基本上都是科技和医学专业啊这个可能也说明啊未来人类的发展啊最需要的还是科技人才跟医学人才 哎这是能够改变人啊或人类命运或生活方式的啊职业啊而啊像我们这样的艺术类的行业啊其实你把它当做修养啊来学啊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啊也不是说看不上我们自己从事的行业啊这是因为啊我们自己呢从事了这个行业啊所以呢还是比较清楚的看了啊但是呢这个世界啊永远都是这样啊围墙里的人啊都想出来啊但是呢 外面的人却都想往里挤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吧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